我和我一起吃饭 我都想起饭 我们一起吃饭 我都想起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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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吃饭 不吃饭 浦浦大爷来相亲 上来就拿去世的老伴百浦 没想到 今天来相亲的大妈 更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丙大爷 今年76岁 退休金每月5700元 平房5700平 哎 大哥 又见面了大哥 上次把他回身拿了 都把你热得不见了 可不是吗 从夏天一直香到冬天 这相亲里程都赶上马拉松了 那也没办法 谁让大爷自身优秀 眼光高呢 我一小选过去 就是那个七十四还是七十 但那也是挺好 那他写多好啊 素质也好 对啊 我不是说是香 还挺有气质我觉得 还行 但是那家就是年纪比 年纪那他太神熟 他那个七十 我现在找不过七十岁的 我不是挑 因为是一个是年纪大 谁说你挑了 我看那评论上有说的 你说的评论是那个网友评论 你看了 我不是挑 我不是说是非得早年轻的 但是我也不能挖矿就是菜 这个年纪呢 要找一找十分可信的 互相之间都能够处得来 俗话说 强有的刮不铁 既然入不了咱的眼 就算单着也不能将就 自从大爷上过咱们的相亲节目后 虽然没有牵手成功 却受到了月老的垂帘 那真是天南海北的网大爷 这里撒豪华 播出以后吧 电台播出以后呢 就是外地有无聊少爷 给我来电话 包括 有外地的呢 外地呢 我当给他一同 还是法院的 还有那个演台 还有那个香港 不是就是那个唐山的 还有深圳 这咱节目播出之后 对 他不知道怎么讨弄的话 有几个来的 还有商场这块来的 他有来这的呀 来这好几个呢 三四个呢 哎呀 那都咋找到这的呀 但是往往我都没出 有时年了不相当 另外那个 素食品看着我 就没出 虽然找上门来的不少 可一个也没长在大来的审美上 为了尽快脱单 大爷再次联系红娘 最好是65岁到71岁这个期间 另外最好是有双宝 就是有正式工作的 如果要稍微年轻点的呢 年轻的早上 正大年轻的 他是啥意思 对不对 我也得看一看 咱得了解一下他啥目的 我怕就是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企业资产 我怕这个 就这个我跟你说实话 就是你怕年轻的跟你过不长 对 怕过不长 但这玩意儿可不一定 大大哥 还是得看看这个人是啥样 是不是 对 对那你说这反正也对 也不能绝对说都一律 希望看过他 互相之下有没有演员 我说的演员就是也得 因为我也从外面 也得能顶得出手 巧了 红娘这还真有个不行大的老 年轻漂亮有气质的优质陈大妈 看上饼大爷了 要不我俩都胆着 我妈走了 然后我爸自己 我爸自己有房子自己住 然后我这边也是自己一个人 你说我让他在那边年龄大 我也不分析 做点饭啥的 那个做点面食 然后等我 对我走了之后 他是不是就去现场来吃 他现在就是自己能做饭 都能 什么都行 我要在那块 我要不愿动 他还给我做 真好 家有一老肉一宝 而且我爸身体特别好 大妈是邮政储蓄银行推休 平时除了赔赔老爹 就是上老年大学 生活过得很是潇洒 大妈说了别看自己看起来 柔弱弱弱 其实咱可是实打实的女强人 我干的倒是真挺好 因为我在我们单位的时候 一练功比赛啥的 你看我自己钱不多 但是我点别人钱老快了 我们业务那个练功比赛的时候 我好像都没出过全签三名 我总是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这样 那一开始就是光点超 点超 然后后来有那个综合的 还有什么理论了 然后还有算盘了 你这些都挺 我觉得我就不是说厉害 就是挺灵的 就像咱们那个上班一样 就体制内的都评一个什么 优秀员工什么什么 你评会优秀员工呗 那当然 是一开始从前排做 做到业务检查 然后做办公室 就一步步生吗 对一步步 一步哪个部门都带过 好像是我觉得 通过努力大妈 从窗口坐到了办公室 虽然现在大妈有房有车 每个月还有四千多的退休金 但白天不懂一的 一个人的日子实在是孤单 直到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丙大人 大妈终于朽误开花 想恋爱了 就是来看她两期节目 就那第一期那节目 就是你去的 那时候还夏天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个人还行 她长得也挺好的 我觉得她这个人 她的阅历挺丰富 她说她当过饼 然后还在体制内上过板 快竞赏了 是不是 还挺成功的 你们刚去的时候 她对人那个热情劲 这是挺场面的 你看就见过世面 你就喜欢这样 我喜欢 有事业心的人 我觉得是应该是比我强 才行 这回乡亲 大妈是专门奔着饼大爷来 关于大爷的两次乡亲 大妈更是历历在目 记忆犹新 我觉得她一个是挑颜值 好像吃药 她是不是挺挑这个人的 衣着打扮 就是这个气质的问题 你对自己也有自信吗 我觉得 你觉得你跟她合适吗 我就是单方面 我这么想的 我但是具体她啥样 我实在是也没接触她 没落过课 实在是不了解 但是我一定要去试一下 她就是拒绝我 也无所谓 那就拒绝呗 你就是相对象 就是相亲这个东西 都是这样双方面的 是不是 我就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一说就什么上节目啥的 我就也 我就本来不想当焦点 那你这条是属于 为了饼大子的 可以这么说吧 妥了 大妈自身条件右悦 而且还年轻漂亮 拿下饼大爷我看 是三枪打了27款 八九不离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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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陈 我叫陈可福 陈可福 我叫丙云生 大姐都知道 是是是 看个问几期节目 没啥在家差别 我觉得挺精神的 因为夏天那时候 她穿了一个 T恤衫 还满身上汗的 我看现在更精神了 大姐这是开车来的 哦 如果有车更好 上哪去方便 这个奥迪车还是不错的 汪那么走吧 还嫩 咱这个再说说就对了 下雨了呀 下雨了 早上下雨了 那养殖场 养殖场前面那会儿 我有个鱼塘 这个就简单介绍 这个就简单介绍 走吧进屋吧 走吧进屋吧 你不带大姐转转呢 看着大爷的态度如此敷衍 大妈泛起了敌过 上回相信的 大爷也是这个态度 看来是没看上咱啊 我感觉他并没想多介绍呢 就有就那次 他第一个他没想中的那个 他不也给他比喻了吗 完了你还建议说的 那你领他去看看 他说不用看了 看啥 进屋吧 茂姑里走吧 进屋吧 茂姑里走吧 你不带大姐转转呢 不用 不用 我根本就不同意 我还要跟他转啥呀 如果要是有鱼感缘 就要有鱼感缘 他愿意看哪 我就陪他看哪 那你觉得他就是给你介绍 这个没有常怠心 有这个感觉 他会不会因为这个 就是有其他的想法 你那一个就是怕大哥 觉得跟上司一样 就是不想介绍 就应该没眼神 嗯对对对 还没等大妈缓过来 大爷又开始带着大妈 去房间转转 顺便介绍一下前老伴 上上回相亲 大爷不就是这么拒绝女方的吗 我老伴下的时候 那 posed 谁也有ง 哦 炳大爷的言谈举止 跟前两次都如出一辘 此时的陈大妈的心 就像15个吊筒打水 膝上挖架 那丙大爷到底是咋想的呢 演员还行 比较优秀 就演员过关了呗 过关了 大哥你刚才给大姐介绍 你咋没带大姐亲自去看看呢 你上次啊 那个详细的时候 没带人家去看 大爷那个没看呢 是俩原因 一个原因你天的太热 那走的一圈呢 这两仨都是汗流浃背 第二原因他讲呢 没有演员 我又不想他继续看了 看完他也不是想买地 那我领他好全面看看 再热会得看 他主要是香气 没有演员 我就现在看他也没有用了 但这回没看 可是不是没有演员 我都还是有演员 这回不看的原因 你主要是前面弄 另外来了 演那块现在 这不也应该说是一目老眼 那边就有个鱼塘 在别的也没有什么玩意 像你们这村子都挺干净的 挺的 我就没去 去说跟他简单说一下行吧 了解完大爷的想法后 大妈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误会解除后 大爷话锋一转 又开始介绍起去世的老伴 我的老伴 那是相当优秀了 那素质他和我老伴没法比 提到去世的老伴 大爷满眼的欣赏 可大妈不利了 你老伴优秀 咱也不唱啊 我在邮政储蓄也好 人家是正式 我是本科学历 党员 然后我没有什么长 但是我也是做机关办公室 满意 他那都是正规单位 那跟以前的都不一样 正规单位 那他还是有素质的 听到大妈如此优秀 大爷也很是满意 于是主动介绍起自己的情况 看重点哈 虽然我没房 但是并不代表我买不起房 我室里没房 没住房 我那回跟那女的也说三屋 但是我说是三屋 我也不是说买不起房 这咱们也得说实话 那回我看了评论的 我说我儿子那块他不有个公寓吗 我说我要 我说我留个两三个房子 就我说了算 那里头评论说 说我催 但我就说啥 我儿子 他评论我不在那个 我这因为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是我行我书 我想做的就做 咋子听他评论 那嘴掌眼睛身上 脑子掌子眼睛肩门头上 你要咋评论咋评论吗 那你能让人不评论吗 你能把人嘴扎住吗 你脑瓜能不让人不想事吗 对不对 这都没事 所以我现在这个事我得跟你说 我的工资一个月是五千七亿 我经济状况就整个情况 那我自己房子不也是空吗 有房子就是住呗 真正在一起来 还分什么你我呀 一切谈妥后 大妈提出带大爷去他家去认认门 没想到已经小区 见过世面的丙大爷 开始没事面了 我是闲眼 行那你要方便咱们过去看一下 去看看去看看 就是我也试试门 我就让他知道了 我到他 回到这次内饭 随着 但是我比我早就更新的 о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爱你们的小康 咱们评论区见